中文字幕 李宗盛 刺慧的天性都比较怕人 普遍都是比较膽小 如果我们说的大声小小 或者有突然的声音 它们会立刻缩一块泥 它们刺都会有小小空的声音 它们是夜行性的动物 夜晚是比较活跃 平时主要都是睡觉 我们这里叫Kui Cafe 这是刺慧咖啡 我们分开了餐饮区和刺慧区 餐饮区有些咖啡、轻食等等 刺慧区那里就是做一些导想的活动 它有一些喂食的环节 让别人都可以和刺慧接触 刺慧、轻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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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实开始不是特意想要养 是因为有朋友不要 接着我看他有趣 就养刺慧 养了回来之后 发现其实也不一样 刺慧这件事 有些人会以为他身上的毛 都真的接触到 才是刺慧 按握手抱不到上手 这是很大的原因 令人不要刺慧 你可能在網上看到很多很有趣的刺蝟片 主人可以在手上很開心地玩它 它會浮在水上等等 我養了回來之後 發覺不是這樣的 很多刺蝟都不是這樣的 我們的咖啡的理念 不是想別人來玩草物 主要是想去推廣 在養刺蝟之前要停一停想一想 想清楚你覺得自己有責任 還有時間 可以養到刺蝟才去養